世界这么大 有些角落不容易被人见到 但总有人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为热爱的事情努力奋斗 他们为了帮助他人 不辞劳苦 不求回报 只是希望 令这个世界多些善意 多一份美丽 孩子在你诞生之后都要送出去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帮他们寻亲呢 不可以逼他改的 用那些爱去感化他 将自己的理念协助 特殊小孩的故事 我们是有一餐温饱给你吃 但我们要教你如何去自食其力 而有些人 他们的专业更加是不为人知 凭上市 更加可能会被人忌毁他们的行业 但是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崗位 也有人抱着一伙热血的真心 一晒于淋 披荆斩击 只是希望当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 有多一对手能够减低伤害 总有一些事 会被人觉得事不如我 面临被世界淘汰 Paperless的时代 却仍然有他们懂得纸的味 明白书本 卡片 传达的心意 想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人做的 但你要印出来的话 它是一个收藏监制的东西 你要把东西变为黑白 透过线条的表达 你投资了之后 你没可能说一收就收 所以大家都在买 生活中除了打拼 我们同样需要艺术 琴棋书画 丝酒花茶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只不过生活忙碌 令我们缺乏发电艺术的眼睛 中国哈里面 他时常会写 他必须画画的一个写画 一出府入门 是你一个人的了 有时候很苦情气 哭了压力 在里面收不到声 逢星期一至五 988同行者 与你一起并肩同行